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贡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心善秘词 补生命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 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思 生命定 各位老师 各位菩萨 我们继续来谈 这个密世代的生活 我会发觉就是这些新的这一代 我们发现被照顾的比较好 而且我们的整个教育理念上 都非常强调自尊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 都自尊很重视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成为一个健康的自尊 那就不一定了 我们重视自尊 但是小孩子不见得长出 叫Healthy Self-Esteem 就是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生涯的体验较少 承担的责任比较不足 很重视自我实现 但是反而重点都放在 这个升学压力上 升学上 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 生命的 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的这个部分 所以人生负责 这反而是一种疏忽 台湾的成长的背景 你看的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他的 这个性格的特质是这样 你看起来是他比较自由 也觉得比较自信 创意和想象力还不错 因为我们有一些 到国外去比赛什么 所以我们觉得创意想象力不错 我们的肯定性也蛮好的 自己觉得也还不错 追求享乐和兴趣 我们觉得最兴趣非常重要 拥抱理想 他觉得有一个理想在 这是从性格的第一个特质 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再看看呢 我们虽然自由 但是自我控制 却不足 什么呢 一个自由的人 一个真正的自由 性格上的自由 不是我想做什么 我就去做什么 我想说什么 就是看起来这是民主自由的自由 但是就性格学上来讲的话 一个自由的人呢 是这个环境怎么变化 我都能够自由适应 那个自由才是重要的 我们整天只想的 就是说 我自由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自由本身是今天这个教育上 在台湾呢 值得留意的问题 第二 书以面对现实 普遍的小孩子慢慢觉得 我很自我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的赞赏 以前父母亲跟老师 对孩子的赞赏一下 高兴得不得了 现在是 你要赞赏我什么 我并不那么在意 我们觉得说 这样叫做 比较 小孩子比较主动 比较自在 但是我们就要一个人 慢慢的 他不太在意 别人 对他的一个肯定跟赞赏 也是 我们太在意也不行 但是我们 如果变得不太在意也不行 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我就是这个样 你懂得不懂得 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自由呢 就来了 那么 发财主义 物质主义 对公共事务慢慢的在冷淡之中 其实整个社会性格也有这种现象 对公共事务慢慢在冷淡之中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看起来 年轻的一代说慢慢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年轻人经常在换工作 是为了寻找兴趣 他对于老板对他的要求 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我才不甩呢 你那什么态度 一点素养都没有 他回过头来还把老板批评一顿 因为我在做心理治三个案的 有时候会觉得有些年轻人到最后来跟我谈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他觉得老一辈的我们的主管实在是 我那个主管实在是这个很匠 他很自我中心 但是我有的人来跟他讲说 对 他有他的看法没有错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看法跟他分享 这就是公司进步的地方 但是我才不甩他呢 他那种态度我才不愿意跟他效劳呢 他走了 他把这个工作辞掉一次两次 一个人辞掉三次四次工作以后 再去应征的时候 那个应征的时候的这个误谈的时候 常常人家就注意到这个人可能做不久 因为事业界很怕就 你来来以后我好好训练你 第一点你还对公司没有什么大的功夫 还是我在教你呢 然后呢 你一年完来以后你已经开始可以工作了 你却跑掉了 你却不甩我了 那我很吃亏了 所以他需要一些性格上 感觉到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人 来训练 太极以成名 只想自己而输以了解别人 人际沟通能力不足 团队合作的习惯 还不够 这些事情是我们在企业界里头 有时候他们跟我谈 或者是我从年轻人那里有看得到的 那么年轻人生涯发展的真正障碍在哪里呢 工作的机会慢慢的再减少 因为越来越自动化 第二个 自己有了负面的情绪 自己有了负面的情绪在工作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生涯发展上障碍第三个呢 就是默示自己的生活跟工作的现况 他其实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但是他觉得我还是我行我素这样子 他没有办法 我们重视自己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要配合我们工作的 那个职场上的一些需要 那网上流连的时间太多 那么生活和健康的习惯并不很好 我们在目前的这个倾向之下 这个 这个Martin Sigman呢 他对于这种现象 美国其实也是有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了解 美国跟大陆之间在贸易上会产生这么紧张的背后 他并不是只有经济上的问题 他也是有很多的制造 他如果完全仰赖国外建国 他内部的这些情形将来依赖性也会大 所以这个东西他怎么去抓 我觉得你如果稍微抓得不对的时候 会再产生贸易上的这些这种战争 但是呢 这个东西他如果不处理的话呢 也有可能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实力会受影响 其实大陆也是一样 这两个他都必须要 这里面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电视频们告诉我们一个人 必须要培养他的正向性格 就是一个人正向的性格表示呢 他是一个 一个比较正向思考的 不是负向思考的 所以一个年轻人 他如果考虑这件事情 是比较正向的思考 肯去努力肯去用功的 这个人的 但是就我们老人家来讲的话 我们的想法是正向跟负向之间 我们的身心健康影响也很大 我想的都是负面的 想儿孙的问题也是想负面的 想自己的健康问题也想负面的 去检查一下 看看自己健康检查的包括 又是看负面的 这个对身体 对身心的一个健康影响会很大 但是如果正向的就不一样 没错 我某一个地方 沙沙有什么样 我会去从我的生活习惯 跟我的食物上留意 我会去看医生 我也好好的 我相信其他的还很好 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 我需要去努力 这个人他是比较正向的 那一个小孩子呢 他说我学艺虽然成绩没人家那么好 但是我认真 我肯做 我愿意去学技术的东西 我相信我会发展得很好 他还是很正向 有人说像我这种人 书又读不好 我将来根本没有前途了 那种人就变得很负向 我们知道 正向的性格特质 一个人能够培养乐观跟长处 以及品德 信心跟正向的态度 能够克服困难获得成功 这个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这个部分呢 是在教育上要去留意的 但相对的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不管自己的经济生活如何 各个不同的年龄 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一个乐观的人 他的生活品质真的是比较好 那个悲观的人 很悲惨 他的小孩子 这个考出来成绩 退步了一下 他就整个晚上都睡不去 而且把小孩子训得 他好像就是一文不止一样 对小孩子不好 对我们自己好不好 也很不好 但是回过头来说 我们比较乐观一点的话 嗯 对 人生有时候考试会考好一点 考不好 这个时候题目又不是自己出的 嗯 好 你看 你这次考的比较不好 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们这里呢 看到了就是说 马丁西尔曼给我们 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下面 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呢 那给各位来看看 正向特质的 在陪一个人 他的自我功能比较好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正向 他的自我功能比较差的时候 他就变负向 什么叫自我功能呢 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的情绪习惯 坚异度 比较好的时候 那么他就 他自己就比较容易 感受到自我效能 在心理学里头 他很简单的告诉 所以带小孩子 要带他怎么去解决问题 是很重要的 我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那国民小学 这个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 孩子啊 老爸这里有一个东西 你带过去 去给 这个 外婆 外公 去孝敬他们 你这一点东西 你带过去好不好 我知道 常常到外婆家的 坐车子 怎么走他都很清楚的 我平常走的时候也会教他 怎么过马路 红绿灯怎么样 都讲清楚 我就像是一个导游先生一样 走到哪里 就讲到哪里这样子啊 他说好 他就拿去了 他要去的时候 小他一岁多的弟弟呢 说我也要去 我就问他说 哥哥你愿意不愿意带他去 他愿意啊 他愿意 我说好 那你就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 他要坐车子到政大 下了车再到这个外公外婆家 他们一出去了以后 我跟我太太讲说 我会跟在后头你放心 然后我就跟得远远的 他们 我在那里看看他们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哥哥真的不错 带着弟弟 然后呢 公共车来了 公共汽车来了以后 让弟弟先上去 然后自己上去 背着一个东西就上去了 然后我就在后面 马上叫来一步计程車 倒就在那里等了 然后跟着他 后面 然后到他下车的时候 我就静车保持距离 然后看着这两个小孩子 怎么过马路怎么去的 然后呢 外婆家坐一坐 我是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在外婆家又出来以后 哥哥跟弟弟两个人 然后又等车子 又回去 然后我说 这两个小孩子 这个哥哥已经会带弟弟了 真好 回家的时候 我才告诉他们 我是在从后头观察看 你们真的是令我非常很放心 所以他们以后好多的事情 自己可以自己做 我太太在新竹上班 一个礼拜 在中间会回来一次礼拜三 礼拜三回来的时候呢 哥哥跟弟弟礼拜三的下午 不是他们都会休息的时间吗 哥哥会带着弟弟呢 到台北车站去帮他妈妈 买了车票 都要找第一班的车票 他回来以后看看 我们跟我们一起去一去 第二天一大早坐头班车去的 然后车票也是他们买的 所以小孩子 他无形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的这个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效能 都会比较好 监力度都会比较好 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很重要 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对小孩子 对老人也是很重要 老人如果都不出去 没有心都没有出去 都不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 这老人慢慢的 他的自我效能 自己慢慢觉得自己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个也差别很大 这个美国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那个 这个养老院里头 那二楼跟三楼之间 这两个楼层之间的老人 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二楼的老人呢 那么这些老先生 老太太们呢 他们呢 都要自己把换衣服 备担换了也要自己换 换完了也要把备担拿出来 放在固定的位置 换衣服也是一样 洗澡完了衣服要拿出来 那他们呢 还分配浇水招花之类的做 那三楼的呢 全部都把它照顾得非常好 那二楼的人呢 连他们要吃什么饭呢 都要经过他们开会讨论 然后拟出菜单 有厨房那边来做 当然做菜还是有厨房那边做 那他们有一个礼拜 要看两次电影 这个电影的题目呢 也是他们讨论来定出来的 但是三楼呢 通通都是由院方来决定的 结果这个实验呢 只做了一个月 不敢再做下去 为什么 因为被事后的好好的那三楼那边 退化得很厉害 不只退化 连关节都变得 哇 脑子呢 一个月以后做这个老人的自力测量 都退化 所以我们知道 在家里有时候自己做一点事情 让自己的自我功能还可以发挥 这个 这个对自己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自我功能好 我们自律跟自我控制相对的也好 像孩子一个人 良好的习惯很重要 读书的习惯很重要 研究的习惯很重要 工作的习惯很重要 生活的习惯很重要 一个自我控制的狭人 能控制时间 控制金钱 控制感情 带人接物的态度的控制 所以就是我们不同年龄层的人 有一套很好的自律跟自我控制也很重要 所以佛法里头讲到什么呢 讲到戒 戒呢 就是佛告诉我们 当弟子们问他 将来佛你离开人间了以后 我们以谁为事 佛是说以戒为事 戒就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戒呢 戒而无戒 就是我不遵守的 把它变成把自己 不 戒要变成主动性 好好的变成我们好多生活习惯 那才是真正的戒 这个戒呢 是谁犯谁制的 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 环境改变 我应该生活各方面 我必须要做一点调整 那是戒是谁犯谁制的 这是佛 他所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能够自我控制的时候 我们能够自我控制时间 金钱感情 控制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待人接物 也都是一套纪律 我们的感情生活是一套纪律 我们经营一个事业 那一套纪律 也是一套纪律 国家的法律也是一套纪律 所以以戒为师 是很重要 在这个无常的现象社会里头 这也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 真的要去体验现实 参与做事负起责任 小孩子非常重要 参与活动研究的团队 承担责任的经验 生涯的了解和体验 有一些成功的体验 这对一个年轻人 对一个小孩子 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有些体验 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地方 我给各位讲一个 一个研究是很有意思的 美国呢 做了一个研究 盖勒普做了一个调查 他调查 一千多位各个不同领域里头 最成功 生活上也算是 生活得很好的 一千六百个人 这样子 不同行业的 然后呢 他们分好几项调查 其中有一项 他说你今天变得这么能干 这么有能力 请问 你的这种能干的 基本的东西 是谁教你的 以下有几个选择 老师 老师里头有分 大学的教授 中学教授 小学的教授 小学的老师 第二 是父母 是父亲 还是母亲 是主管 是你的主管 那么是哪一个时期的主管 那么这个 你的亲友教你的 或者朋友教你的 好多个 结果 勾父母那一男的 有百分之七十 勾父母那一男百分之七十呢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勾母亲 他把那个母亲的 教他的那些经验 事项 经过把他模组化以后 把他模组化以后 他形成这样一个故事 他是形成这样一个 一个事例 大概是这样 我的 他说这个妈妈呢 会教小孩子做家事 回来 功课如果忙的话 那好 先做功课 那有些家事妈妈先做 有些比较怎么样呢 我们等到你考完事再一起做 不是说就不让他做了 他有一套系统在那里教他 然后呢 最有趣的事情是 他说 那个模组化里面最明显的 他说 就像一个妈妈 他要带 他做梦的时候 要带小孩子呢 去买菜 他说呢 要去买菜的时候 妈妈会跟他的小孩子呢 就会谈话 上个星期呢 我们吃了什么 吃了什么 上个星期 我们买了什么菜 做了什么食物 那么我们有些东西 是还可以继续吃 但是我们这个星期 就是再下去这个星期 我们买一个礼拜的菜 我们应该买一些什么东西 让食物变化一点 而且营养也会 能够均衡 然后讨论了以后 就把一些东西记下来 然后这个系 这个思考完了以后 第二天他开着车子 然后到这个mall里 去买东西的时候 这个妈妈会跟他讲说 我们先买轻的 比较好提的 最后再买那个重的 通通买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停车场开车子 回家 在推家的途中 我们再去买 我们需要的其他的东西 他这里讲 他说 这些人他作为变能能干的原因是 他们虽然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 跟专业的能力在那个地方 但是他的系统思考跟执行能力 其实是从他做家事 他的父母亲那里学来的 你有没有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现在好多父母亲真的把小孩子的工作全部都做光呢 你只要给我读书就完 所以他的系统思考跟执行能力跟整个东西 反而没有教 虽然他以后某些专业还不错 但是他要去当主管 他要去整个去掌控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反而会有一些 一些困难 那么所以体验现实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 接下来往下 在研究里头呢 那么他告诉我们 这个James Austin他发现 我们要正向的人生才可以 一个是我们要教一个人 对自己也是一样 要发展智慧与知性的知识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把它发展出来 所以他说呢 我们除了这种能力 现实的体验 自律跟自我公主的发展之外 我们接下去要有六种美德 是智 人 勇 正义 修养跟心灵的超越 这六种 一个是智慧与知性 跟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的东西有关系 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智慧判断有关系 第二个呢 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困难去努力 第三个是人道与爱心 带小孩子一起做一点人道爱心的事情 第四个呢 有正义事情 对错分得清楚 有正义感 而且能够持平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有内在的修养 涵养 那么第六个呢 心灵的超越 就是有一个人生的意义和宗教的信仰 这个部分 而且这个中文信仰必须是决信的信仰 而不是迷信的信仰 这个 好 Next 往下 那么成功人生的因素呢 就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的那个Gallop的调查里头 调查这些成功的人生里头 他们发现 其中有一项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 你今天能够这么成功 那么 请问 你如果要交给下一代 或交给一个人 走向成功之路 你认为 要交给他们些什么东西 最重要 那么 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他告诉我们 他说 他觉得他如果要交 他要交 一个人将来走向成功之路的话 就是 有这几个因素 明白事理 广博的知识 多方面的能力 干练的工作习惯 和生活习惯 毅力 这五个因素 我是这样把它记起来的 明知能干力 明明知道能干的力量 第一个 明白事理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父母亲生活在一起 就不太讲理 不太明白事理 大声的人赢 就不太明白事理 那是 我刚刚提过的那个 阿康卡 他在写他自己的时候 他觉得 他的父亲 告诉他 他说 一个人 心中必须有太阳 绝照 把事情看清楚 那个明白事理是很重要的 知错能改 就是明白事理 自己有错 硬占了那凹 那就是不明白事理 愿意明白事理 去处理事情 要从你小的时候 开始就要去学习 环境怎么样 那是 我们还是要用明白事理 去面对那个环境 而不是 我因为这个环境 我才怎么样 反而把它当成一个 自己失败的理由 找那个当借口 这是不对的 必须要好好的去面对它 而且去解决问题 那是明白事理 我觉得一个人明白事理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在我的人生里头 我的经验 我在看他的报告里头 我也觉得 明白事理真的要列第一个 我觉得 我母亲常常 在我小的时候 常常跟我讲 小孩就要 比较想一下 比较想一下 要比较想一下 比较想一下才可以 那我慢慢的 因为觉得 是要 这个 懂事理点才行 所以他有时候 跟我讲说 比较想一下 我就会想一想 所以我很早 就会替 家庭想一想 因为 这个 到了 这个 国小 一到 国中以后 我觉得会帮忙家里 做很多的事情 除了 做家事之外 我第一个挑着 我母亲 让我挑着 水果出去卖 是在国小的时候 三四年级 挑什么 挑 用小楼 小的足楼 这么高 做这么小的小楼 我一次只挑四楼 就是 前面两楼 后面两楼 跟谁 跟我姑姑 她挑很多出去卖 我就挑那四楼 她告诉我 她说一楼卖两毛钱 就可以了 所以 我总共四楼才 卖八毛钱 可是 我卖得比我姑姑还快 为什么 人家看到小孩子好可爱 然后我就跟她讲 我的东西很好吃 很快就卖完了 所以不久 我就变成一边挑四楼 变成八楼 后来挑十楼 就这样 但是 我到了 国中的时候 我碰到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还蛮懂事的 我练我的国小成绩前面的那三四年是很差的 因为我在乡下长大我根本不会讲国语也听不懂国语 可是一到学校去的时候我是光复那人生的 其实学校刚好有这个国民小学开始去上学的时候 我以前跟着人家去练那个汉语 那你练的也都是汉文就对了 我会练那个 就是练这些东西 去到学校以后 那个时候的老师三十五行省都有一省一枪 包括我的 就是本省的老师 他们也都是晚上去学 白天来教我们的 所以我的老师发音也是不标准的 他讲 他学去上学 来上学 大家一起来上学 我的老师是这样练的 就就就上学 来来来上学 大家一起来上学 花园里有红花 有红花 红花好看红花也好看 红跟红分不清楚 所以当然人家别人都不错 我就是这样听不懂 但是有一天 在国民小学一人几的时候 做美 做劳作 以前不叫美 在劳作 做什么 做那个摄子 弄圈袋这样子 把它做成一个摄子的圈袋 就做啦 做完了以后 我也做好了 很高兴 老师就讲 他用台语练的 我叫正石言 他还看成碳 这个帮忙我拿到 就是把那个作品 拿到办公室 我就用他那个装那些美劳产品的 我就跟着他屁股到办公室 我到了办公室以后 就站在那个地方 放好了以后 不敢走 为什么听老师 看他叫我做什么啊 老师会讲 你可以回去啦 我好高兴喔 用跑的回去 背着书包就回家去了 我们台湾话讲 你等他回去了 就是回家 但是我以为 回家跟 跟回教室 是很清楚的 我就回家了 结果回家了 第二天他 还说我淘血 还把我做了一顿 我是很难过 我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说 我昨天就知道你淘血 我不是骂了你吗 他说 我就跟他讲 妈 妈 我不是淘血 他叫我回 他叫我说 可以回去啦 我就回来啦 我妈妈才跟我讲说 不是你听不清楚啦 那我知道 你没有淘血 也没怎么样 这样很好 小孩会讲理 这样就好 以后自己留意 他还告诉我说 好好的 多学习一点 把这个国语给学好 那个国语就要学好 我到五年级的时候 国语就很好了 所以我的成绩呢 马上就很好 我考上初中 好高兴 那时候能上初中 真不容易 我妈妈 大概把他所有的 他跟他讲 后来跟我讲 她说 我是把我女儿子的时候 寸 寸的 还没有嫁到 嫁给我吧 那个私房钱 全部拿出来 才给我去练书的 我练了一年 他说 连要给他救钱 也没得救 没有钱 可以让我练书了 他有一天 好怎么样跟我讲 他说 我真的没有钱 可以给你练书 所以 练完了一年就好 好不好 我跟他讲 说好 没有关系 他说 那你没有练 要做什么 他说 我跟他说 妈 你不是说 我爱护生 我们没法 跟他讨书 没办法读书 我会想 我来护白书 我去学木匠 他说好 所以很快 他就帮我找到一个木匠 我就跟他学木匠 暑假就吃上木匠 要开学的那一天 我母亲怎么跟我讲呢 她说今天开学了 你要到学校去跟你的导师讲清楚 你并不是逃学 也不是不想认书 而是你真的没有钱可以注册 所以 这个跟老师讲清楚 老师不要替你烦恼就好 我去跟他讲 我老师跟我讲 你要去干什么 我说我已经在学木匠 我老师也这样跟我讲 你有木匠的天赋 你一定可以学得很好 我就谢谢他就走了 我真的有一点木匠的天赋 因为那个老师 做博物标本的那些箱子 报刀 锯子 锯板 我都会帮他做 所以他跟我讲说 你有木匠的天赋 结果第二天 那个老师找到我班上 唯一有假道车的一个小孩子 特地到我家 一大早到家 怕我在我上工之前 把我带到学校去 他跟我讲 他说我跟学校讲好了 你可以分级付款 有多少钱 再拿多少钱来 这件事情我好感动 但是我一直到我练大学了 因为我常常都会到这个老师家 我一直到练大学了 我又练的又是教育系 我才问他 没有那种分级贷款的制度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的老师跟我讲 是我先帮你付 然后你才一点一点给我 我也很心疼 你二十块五十块这样付 我知道你家里很穷 但是我要养两个小孩子 也不得不回收 我说哇 这位老师的爱算很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从那个地方学到很多的名利 我之所以后来会去帮助很多的人 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明白事理很重要 广博的知识也很重要 要不断的去学习不同的知识 我觉得我除了我的学业成绩之外 我会做生意 我没有生意可以做的时候 因为我做水果生意 没有那个生意可以做的时候 我做什么呢 我做建筑工 我高中的时候 就交溪温泉旅舍 刚开始第一起新建 我就让你做建筑工 那个时候挑水泥扛水泥 挑沙子挑十字扛水泥包 我都能做 但是我学了 然后有生意的时候我会做到台北来 然后我也做到懂得很多事情 我也接触到黑社会 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了解的蛮多 我做辅导的工作会做得很好 跟我对社会的经验很丰富有关系 我无形中学会了很多方面的能力 这个一个人有多方面的生活能力 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出社会的时间比较早 所以呢 我后来 这个我练到大学也很努力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自己跟同学也这么讲 我说 如果这一届毕业里头 选三名输读的最多的 不是最好 不是成绩最好 是输读的最多的 我一定是前三名 真的 我那个时候打工 或者是在学校图书馆攻读 我赚的钱 我买书进来看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我看完以后做了笔记 然后我把这本书 我会半价卖给别人 我到了我毕业以后 其实台湾的十方长老 我都去亲近 但是我亲近很长的时间 是净空法师 那时候正好在印大账经 我也定了一套 那时候一套大账经 要花到七万块钱 我也定了 我读的书继续阅读的很多 所以 因为这个多方面的能力 但是我的长官也发现 我多方面的能力还不错 所以我历练的机会就很多 所以我觉得呢 多方面的能力呢 对一个人很重要 但是干练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任何一个人 我是觉得到年轻的时候 状年是如何 就是到老年的时候 也要有老年的干练 不是要像他们年轻人 那么干练 说我们有老年人的生活的 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 是很自然的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老年人免不了要吃药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吃一餐万岗餐 对不对 但是有些老人家这样就不是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它摆好 一次摆一个礼拜 那早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晚上吃什么 或者要加营养的东西 是什么 加在哪一个时候 他都把它摆好 他到时候就是 礼拜一礼拜二 他都很好 他的整个生活上 他原则上 他安排得很好的 我们说这种人叫干练的 一个做事业的人 他能够把事情安排得好 那个人才叫能干 才叫做干练 但干练的生活习惯 对一个人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 毅力 一个人能够坚持的 把一件事情做好 任何一个年龄层 毅力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 我的毅力还不错 我也相信各位的毅力不错 你能够从 一开始报到 然后一直每一堂课都下来 要这样一直坐下来 当老师的人 要一直坐在那个地方 不容易的 退休的老师 要坐在那里不容易 老人家一直坐在那里不容易 当然 我到现在 到那还是一样在做 蛮多弘法来工作 这也是一种毅力 我们互相鼓励 人的毅力 是很关键性的 是健康的来源 但是 练佛跟坐禅 也是要毅力 我们每天都练佛 我们每天都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都拉引上 所以 你就不用害怕说 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 有没有人帮你助练 以前有人这么讲 说 如果 我要往生的时候 没有人助练 怎么办 不要太依赖 有结个缘 有人助练 当然很好 但是我们平常 每天就养成 练佛的习惯 我们能够心定 透过禅境双修 那 我觉得 久了以后 我们的生活 也会比较 稳定 正常 我们的心 也会安定 我们时时刻刻 因为我们练佛 所以佛 阿弥陀佛的 净土的那个智慧 容易跟我们相应 会流入我们的心灵 世界里头来 我母亲 到去年 96岁 她才往生 我觉得她一辈子都 还蛮健康的 但是呢 她有一个关键 是在她29岁那一年 她带着我 到军队里头 去军医院 去卖早餐 她也感染到 这个肺结核 所以呢 她已经病到躺在床上 当时呢 这个医疗又不发达 家里又穷 所以看起来好像 就在等死一样 她的媒人 就是她的堂姐 她的堂姐也嫁到 我们正家来 变成高一辈 变成我的婶婆 这个婶婆很关心 我母亲 所以她就到处去问 她问了一个 从唐山过来的 对于命算 对于佛法 也都蛮了解的 一个 这个 这位 这个长者 她帮她算一算 她跟她说 你这个 孙媳妇 你这个妹妹 不会超过三十岁 就到此了 她说那小孩子怎么办呢 她说听说 病是可以改的 我这个沈伯很有智慧 听说病是可以改的 她说 今天 是不是可以帮她改个病 她说要改病也要有姻缘 她先生的八字 哪里还要看看 她说我有准备 八字 就讲给她听 她说这不行 但是还有一个大儿子 哦 这里面有缘 叫这个妈妈 带这个小孩子 要到 要去学佛 不是到普通的佛祖庙 而是真的佛士 到那里去皈依 去修行 她就能够改命 所以这是七岁 一个病厌厌的妈妈 带着我 结果我们去学佛了以后 后来她的病 也不晓得吃哪一种药 也不知道 反正 也有军队里头拿回来的 也有中药的 反正吃了 也有草药的吃了 不晓得怎么样就好了 她活到了96岁 中间没有什么 大的 没有什么病 但是呢 她学佛是非常的坚定 她每天练佛 所以我也是每天都练佛 我每天都打坐 到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她呢 到了她行动不变的时候 坐在那个地方 她这个手 还是拿着练珠 在练佛 后来 她这个老化到 掉下去 没有办法蹲下去 去捡她的练珠的时候 她那个手 用这个手在练 我是很佩服她 所以她要走的时候 是很自然的平息 这样走的 并不是在一个很大的 折磨当中 而走的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一个毅力 在学佛上 在整个生命上 其实才会觉得真正的 这个产生圆满 产生法喜充满 而且我们真正皈依了 这个如来法界 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 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到 正向的还要学习 除了我们谈到成功的人生意义 还要正向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里头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人际的互动 才有温暖 有人际的互动里头 才会产生彼此互相支持 所产生的这个力量 所以感情的支持 彼此之间感情上有的依赖 在家庭是如此 跟子女也是一样 子女跟父母也是一样 那么人际的支持里头 朋友之间意见的支持 工具的支持 经济的支持 这些支持 那么甚至于在整个的会议上 宗教信仰上 这个彼此之间 有修行的伙伴 这样子的一种同修关系 比较 如果一个人有时候 去一次以后 热几分钟就没有了 但是有朋友跟你提醒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他就能够持久 所以人际支持 变得非常重要 在身心心理学里头 有一个研究 就是一个人 人际网络 人际支持 比较好的这些人 他们慢性病比较少 寿命呢 也维持得比较好 但是有一项研究 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 他找了两组人 一组人是孤孤单单的 一种人是 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 这两种人 那A组呢 就是人际网络 比较大的那种人 一种人是孤单 B组是孤单这些人 他们呢 对这两组 做了一个实验 其中有一项实验 实在是很惊人的 他把这两组带到 他们都经过他们 保险同意 签字同意以后 他们才参加这个实验 他们带到实验室 带到一个空间里头 这个实验室实验空间里头呢 那么给他们 放了一种流感的 这个菌体 把它放出来 让他们在那个地方 活动一段时间 但是有一组呢 是没有 有一组是有的 那么当他们这样子 做过来了 这两 A组跟B组 有一组呢 是两边多 有放流感的菌种 菌株比较了以后 结果我发现 那个人际网络 比较大的那组人 跟人际孤单单的那个人 他们相差呢 是感染率呢 是孤孤单单的人 是人际网络大的 那个人的四倍 四倍 也就是说 一个人 没有人际支持 没有网络的时候 不只容易被别人欺负 容易怎么样 连病毒跟细菌都会欺负他 你相信不相信 科学实验是这样 所以年轻人 他需要有一些人际上的 一些学习 一个人出社会也是一样 一个人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头 他也是一样 身心心理学研究里头发现 跟父母亲关系比较好的 那一些人呢 那么他们 这个身体的状况 是比较好 慢性病也比较少 他们那个心情上呢 觉得比较稳定 比较喜乐 那跟父母亲紧张关系的人呢 那他们这个后来健康的情形 不只健康的情形 比较差 他们也比较容易遭受感染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这个过去中华文化里头讲说 孝地忠信 礼义廉耻 孝这件事情 把它摆第一 就是家庭的人际互动 就是孝地 对不对 那我们人际关系 跟理也很有关系 是不是 人际互动 亦也有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呢 对我们这个影响很大 可是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呢 我们就发现 这个数位化的环境里头的改变 再加上整个就业 现在变成地球村 所以有些小孩子 根本就在国外上班的人 在不同的国度 甚至于就是在国内的话 他可能 我们在南部 他可能在北部 他回来的时间也很少 但是有的人虽然算 但是他总是会跟你打个电话 那么周末会带着 这个配偶跟小孩子 回来家里走一走 有时候两个礼拜 会回来一次 有时候一个礼拜 回来一次 他总是 至少 他们有时候忙碌的时候 他还是会想办法 还是会回来 这个互动还是蛮好的 而且后来他们还发现 我们家族里头 我们组织一个WeChat 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谈谈话 爸妈觉得怎么样的也可以 所以就好像住在一起一样 那么这个孝顺的问题 我觉得在一个资讯化社会里头 我们对长辈 我们跟子女之间 孝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人际网络上的 一个没有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 会变得很好 那么我观察过 兄弟姐妹妹不同个地方 但是也尽可能 有的人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大家会聚一聚 跟爸妈聚一聚的 这样子 有的人是轮流的方式 跟爸妈聚 那父母亲 他们的健康情形 怎么样 他们自己健康情形也比较好 我呢 这个去年 我到北京大学去演讲 我也跟他们谈到 中华文化里头的 这个孝顺这件事情 它跟我们的健康 它跟我们的事业都很有关系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 也能够做一点这些方面的研究 一个中国大陆这么大工作 可能到隔几个省的地方去工作 但是目前这个环境里头 虽然那么远交通不方便 但是怎么样 透过这个 那我们也来研究这些东西 对于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 健康啊 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水准 喜乐的关系 是不是能够比较好 这都是值得 我们去追踪 去做进一步的研究的 确实 人家已经追踪出来 在圣心心理学 等人际 这个领域里头的时候 其实很值得 也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所以人际关系呢 我们能够不断的 跟健康有关系 我们跟学习成长也有关系 所以小朋友能够交到 一个可以愿意 互相学习的小朋友 他就非常重要 他就越来越好 但是呢 小孩子交到 一个爱玩的 还是在网路里头 一直不会出来的 那不能自我控制的 小朋友 他也会一直跌下去 所以人际互动里头 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爱的一个社会里头 这个社会 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讲说 好多人 尤其是外国人来这里 他就讲说 台湾那地方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人的友善 彼此之间的 在别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我出去过好多个不同的国家 真的我们的友善是不错的 人际互动也不错 台湾的经济发展 跟这个部分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想说 首先到大陆去 邻居地从那边 可是后来到蓝阳去发展 其实人际的这个友善的这个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他跟我们的这个平均的年龄 事业的发展各方面都 有一定的这个相关的关系 我给各位举一个 美国的科学教育的最重要的倡导人 叫玛丽 他说我对于知识学习不懂 不同能力的学习 我是从一个故事当中恍然大悟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他在国民小学的时候 他去参加了一个科学营 暑假的科学营 那么他在这个科学营里呢 这个他呢 中间下课的时候 他都跑出来外面玩 就在玩的时候呢 他看了那个喷水池的水啊 一直在喷的 他就在那里看那个喷水 他只是在看在那里欣赏 很美 可是他旁边站了一个老人 这个会是在Princeton开的 有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他看看他 他还是继续看这个小朋友 这个玛丽 这个老人就突然这个小朋友 你在看什么 他说我在看那个水很漂亮 那老人跟他讲说 你只有这样看 你有没有试试看 要这样看 他就用他的鞋子 这样看了以后 你会看到一粒一粒的水珠 这水滴 他试了以后果然是 这叫做平散作用 因为你的手的速度 跟水的速度平衡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从那天开始 他说安斯坦也同时告诉他 你要每一个地方观察的时候 看到那里面的道理 那个道理不只是知识 是智慧 是创意的来源 所以他后来 走出他美好的创意的人生 也是从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小孩子 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断的能够用一个 不断求知的一个方式 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呢 有效面对我们的生活 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努力才行 我们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年龄 要用不同我们的智慧去解决 要不断的去学习才可以 那么这个有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 发明电话的 那个是Bell Alexander Bell 这个Bell呢 他的父亲 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也是一个语言学家 他的专长是在学 他已经在大学担任讲师了 已经任教了 他是一个手语 语言这一方面的 然后有一天 那个时候 爱迪生已经发明电灯了 这道电流电的这个问题 他有一天突然间 想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既然可以用深波 用这个光 因为这个手是透过光 来联系 来传达讯息的 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用电来传递 我们的讯息声音呢 他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他就跟当时 纽约大学的 这个电技方面的权威 去请教他 我想到这么一个点子 可是我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让别人去发展 还是我自己来 结果 这一位电技学的权威 Henry就跟他讲 当然有你自己来啊 这个点子是你想出来了 你自己来 他就跟他讲说 我并没有电技方面 电方面的知识 怎么办呢 他就告诉他 当然有你自己来 get it 去学他 我们学佛也是一样 去学他 有了学佛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各个不同的里面 我们也要去学他 那么在那个地方 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路 那么好 怎么样 在教导自己 或教导学生 教导家人的时候 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呢 那么 这个 在佛法里头 告诉我们 处 作义 受 想 失 这个 处呢 就是我随即接触的那个环境 在引导我们学习 我们需要 那个朋友也需要的环境 我们自己要去主动 去投入 处 作义 作义是什么 是我的着眼点要正确 我要正向的角度来看 作义 受 是我的情绪 我必须高兴 愿意去面对 这个事情 我的情绪很重要 受 想 是我愿意去思考 去面对 去解决这些问题 想 思 是我们的 这个心田里头 这个思想的思 这个思啊 是一个心田 是我心田里头 是冷静的 清明的 觉察的 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 那么这五个 那么叫做这个五种 这个片行 普遍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 所以我们呢 要让我们 这个活 能够活着 好 有效地去面对 我们这个无常面对的人生 我们佛法里头 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 这五种 普遍影响我们的行为的因 影响我们人的因素 处 作意 受 想 死 就是从这里来努力的 今天所谈的其实 就是给各位谈 佛法所谈的无常 但无常里头我们也看到真常 所以这就是六祖谈经 它点出来就是 其实涅槃经里头 也是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 那么 最后我的结论给大家讲 面对无常有效生活 在佛要灭度的时候 在涅槃经里头 他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 他跟弟子们讲 他说 佛法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如来秘密之障 秘密的那个秘密 如来秘密之障 就是大藏经的那个障 无尽藏的 无尽藏的那个藏 那如来秘密之障 他说什么叫如来秘密之障呢 佛为了跟弟子们简要的讲 他说 有三件事情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 在生活当好好去用 第一个是解脱之法 第二个如来之身 第三个摩和般若 这三个 解脱之法是什么呢 我不会被成见偏见 刻板观念 无名这些东西给绑住 我能够从里头解脱之法 如来之身 我真正的接触到 那个如来法界 如来法界的智慧 会流入我的身心 我的身心里头 也能够行持 真正产生这个力量 如来之身 我看到了我的 自己的佛性 无量兽 第三个 他说摩和般若 我产生了智慧 大智慧 这个智慧 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活泼的应用 那个摩和般若 这就是为什么大般若 他要讲二十二连 然后呢 妙法连华经告诉我 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不同生活 处境 不同的人生里头 成就圆满的人生 那就是妙法连华经 所以妙法连华经讲完了 才谈这个涅槃 这个意义 涅槃并不是我涅槃了 而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心 不会有障碍 有智慧 而且看到我们 如如的如来法界 那个才是真涅槃 我们今天呢 把世间法 跟佛法的经要 一起把它跟大家 这个 做这么一个报告 我们希望 我们彼此之间 都会心得满满 伐喜自在 阿弥陀佛 护持中华护申协会